桃园队林志平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统一师队今天在嘉义球场迎战Lamago桃园队展开二场下半戏龙头歌喉战 园队虽在七局上靠林志平的带打两分炮超前比数 但九局下被追平 两队战竞延长赛后 园队在十局上攻进两分 最终就以8比6胜出 中段师队四连胜 下半戏只落后一场声叉 师队在二局下先有攻势 苏志杰从赛格威手中轰出阳春炮 是他打完是大运威队后的手攻 打下第一分 三局下师队靠触身球上磊 陈杰县唐兆亭的连续安打 和苏志杰滚地球多天两分 四局下郭富林朱元勤安打后 高志刚随即出双杀打 但成功送回师队第四分 原队在五局上靠中成右的二雷打 和弗雷多的抱头追回两分 师队则在五局下靠苏志杰的高飞 牺牲打追加一分 比数形成5比2 但师队连续四局得分后攻势中断 六局起梅在天分数给了原队反攻机会 六局上原队陈俊秀 郭炎文在二出局后连续安打 林陈飞挥出左外野二雷打 将比分追成一分差 七局上王伯荣先集出二雷打 林志平被换上场代打再度建功 扫出中外野超前两分弹 是原队本季第六支带打全雷打 也是林志平本季第二支驻原队逆转战局 原队先发赛格为主头八局 共用106球被敲八支安打 一轰师五分 但本季第十四胜被搞砸 原队守护神陈宇薰九局下登板 先被陈拥击敲出二雷打 接着在一三雷友人时被带打的新秀 吴杰瑞挥出右外野高飞牺牲打 师队追平比数 两队战竞严长赛 十局上原队先议安打开启攻势 之后靠十队十五战上三雷 陈运文在发声爆头让原队跑回超前分 之后过延文挥出安打 林承飞扫出左外野二雷打追加一分保险分 十局下林博又登板守住两分领先 替原队守住胜利 林承飞此战无打数三安打 敲回两分打点 获选单场MVP 王伯荣 陈杰县的打击之争也是一大看头 赛前两人以148支安打并列第一 此战两人今天都担任开路先锋 王伯荣单场五支三猛打赏 安打数151支超越单场二安的陈杰县 但陈杰县仍以4成18打击率领先王伯荣的4成09 师队36岁老将高智刚今天担任新发补手打第八棒 是他终止身涯第一千场蹲补 生涯第一千零二十七场出赛 成为继父邦汉将队总教练叶军章 一千三百六十七场蹲补 之后终止史上第二人